今天这场季后赛是今年首轮所有的系列赛中最精彩的一局 全程无尿点 胡人这边从拉塞尔的三分爆发 到农眉回归原神模式 这道詹姆斯26加8加12的准三双 皮特波普丧蓝的极限2加1 莫杰的三分两连级 飘移2加1 胡人已经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一切 最后一球之差输掉比赛 十分可惜 但这必将是一场斩入死撤的比赛 于绝军队而言 他们不愧为未免冠军的实力 约吉奇27分20把十助攻的超级三双 莫里一度铁出天际 但是说在第四节突然爆发 八头六中独得四四分 包括最后一秒的鸭哨绝杀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确实是一支方方面面都强到不可思议的球队 从观赛体验的角度而言 这是目前早已堕落的NBA 鲜有的高级观感 这样的比赛质量别说常规赛 季后赛中 也很少见到了 可如果你是一个球迷 特别你是一个胡人球迷 你绝对会为今天的判法而感到困惑 胡人队这边进攻 绝今防守球员两次劈头盖脸 结果挑战以后都能改判 而绝今这边进攻 莫杰的莫里确实超神 可不至于稍微一点对抗 就吹罚犯规吧 而且两次都是莫里一倒地 裁判有一两秒忽然补吹一个骚子 要知道 这可是季后赛 而且联盟明确提高了吹哨的确实 声称要鼓励对抗 那么绝今胡人这样的王牌节目 在末节如此给莫里 扫子护体 合适吗 我们都知道 月吉奇和莫里很厉害 如果你站在他们的对面 尤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伟大 可是把比赛交给球员自己不好吗 莫里最后时刻的后仰中距离 是一个伟大的绝杀 但是裁判在第四节莫名其妙的哨子 让莫里的伟大蒙丧了一层卑鄙的尘埃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绝今的身上 受益的是胡人队 赛后注定将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现在绝今2比0了 所幸的是 这是绝军队的主场 在对手的主场和拉满强度 打出史上唯一20加20加10的约老师 站至最后一刻最后一球 才遗憾落败 这已经足以证明胡人队的强大 比赛是结束了 但是系列赛还没有 接下来胡人要做的任务是 保卫自己的主场 慢发精神与胡人同战